哈囉大家好我是Robert 歡迎收看今天的要如何用 從今年年初開始 包含了新一代的 Corolla Artis Mazda 3 小改款的 Hyundai Elantra 還有推出新動力的S5 GT25 當然還包括我們今天試駕的全新第四代 Ford Focus 都陸續上市了 那這麼多新車款的推出 當然也讓我們台灣的中型房車市場 顯得是熱鬧非凡 而身受年輕世代喜愛的Focus車系呢 這次的改款不只換上嶄新的模組化底盤 它還搭載同一車中少見的 半自動駕駛系統 Copi的360 雖然它並不是全車系的標準配備 但如果今天你想要買一台 Focus四門或者是五門頂規車型的話 你知道該怎麼全方位的使用它嗎 在今天的要如何用系列當中 我們希望可以提供大家不一樣的使用觀點 那我們現在就上車吧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在選購新車的時候 都會在意有沒有配置所謂的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不管是大家耳熟能詳的AEP自動煞車 車道偏移或是ACC主動巡航控制系統 這些東西都算是駕駛輔助系統當中的一環 那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個重點就是 不管你現在是Label級 在還沒有車廠宣布進入全自動駕駛時代之前 剛剛說的那些東西通通通都只是輔助而已 它沒有辦法完全取代掉我們人類開車的行為 因為只是輔助的關係 所以車廠不會也不敢跟大家說 只要有這些駕駛輔助系統 就可以完全幫你避免掉意外事故發生的機率 但我相信還是會很多駕駛人對於這樣的系統 有一些迷思 那我們就以Focus的PCA前方碰撞預計系統 來舉例說明好了 當我車速超過5公里之後 PCA系統就會自動的啟動 幫你偵測前車 那只要它判定說可能有碰撞的風險的時候 這時候它會有兩種選擇 第一個是我駕駛人自己有一個剎車的動作 那它可能就只會幫我加壓剎車的力道 比如方說我好可能只踩了5分力 那系統會幫我加到7分或者8分 讓我們可以盡快的把車速降下來 那第二個情況就是 我駕駛人可能剛好分心了 完全沒有任何的反應 這時候AEB系統就在最後的關頭介入 幫你降低車速 那我今天不管是哪一種情況 當我的車速超過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那就算有AEB系統 它也頂多只能夠減少你碰撞時受傷的程度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覺得說 只要有AEB系統 我就可以完全不用注意前方的路況 另外一個就是大家很喜歡的 ACC主動巡航控制系統 跟其他品牌的ACC系統比較起來的話 Focus它在自動加減速的過程 算是控制的蠻細膩的 不但會有極加速或突然煞車的情況發生 那如果說前面突然有車插進來的話 它的反應也算是蠻即時的 至於Focus的AC系統要如何用呢 因為它的AC系統總共有四段可以調整 那段數越高代表跟車距離就越長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保守型駕駛 它的第一段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距離有點太近了 那我的建議會是說 如果今天我們是開在一般的快速公路上 它的車速70或者是80的情況 那我的第一段可能就會覺得 剛剛好 那如果今天像以往現在是開在一般的 正常的高速公路 車速限制大概是100或者110 剛剛的第一段你就會覺得說 可能太近了 那我會覺得說 設定在第二段就是蠻剛好的 只不過你就要忍受 可能前面會有車子一直不斷的 併到你這個車道裡面 那如果今天是換另外一種情況 比如說晚上開車 那可能視線比較不好的情況之下 建議大家可以適時的增加一點跟車的距離 這樣做會是比較保險的做法 最後一個呢 就是重機車比較少見的 車道維持系統 注意喔 是車道維持 不是車道偏移輔助 那跟車道偏移輔助最大的不同呢 在於 車道維持它可以幫你 隨時控制在車道的正中間 所以其實你可以感覺到 它的方向盤不斷的在微調 雖然它的作動過程呢 算是蠻細膩的 不過只要當速度快起來的時候 它的修正的感覺 又覺得沒有那麼的自然 那因為我們人的雙眼 可以看到比較遠距離 所以我們可以預先做出方向盤的修正 那再加上某些情況 它的系統不會判定的那麼的準確 比如說像是極彎啦 或是比較狹窄的道路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 自己去掌控方向盤比較實際 那最後一個重點就是 當你要變換車道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使用方向燈 因為如果你不使用方向燈的話 系統會判定你現在正在偏離車道 然後再幫你拉回來 所以其實這樣是不夠安全的喔 相較於五門先輩的車型 其實四門款的Focus 它並沒有那麼鮮明的運動化氣息 那它也確實比較偏向家庭跟實用化一點 但這並不代表說 Focus四門它就沒有辦法給人 那種人車一體的駕馭感受 特別是它的煞車系統 給我們印象就非常的不錯 煞車踏板的行程剛剛好 然後整個煞車力道的湧線也非常的漸進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看看 Focus四門它從車速60 到完全靜止下來 需要多少距離吧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的測試環境 測外溫度大概是35度左右 地面是乾的 那Focus四門它原廠的配帶等級是 215 50R17的馬牌UC6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看看吧 Johnny啊Johnny啊 我們可以開始了吧 Over Over 那我們就先全力加速 差不多Keep到60之後 全力煞車 它ABS作動的過程其實還滿細膩的 加上它車身的剛性也不錯 所以你真的要急煞的時候 車子它的行進方向不會有那種 偏擺跟車身扭曲的感覺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它測試的結果是多少吧 從剛剛的測試結果我們可以看到 Focus四門它的60-0煞車距離是9.8公尺 這個成績也是我們目前測到最好的成績 跟我們預期當中的結果也是滿接近的 只不過在這邊先跟大家說一聲抱歉的是 因為我們第一次測這個項目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雷射測距離 但後來我們發現 雷射測距離在戶外 然後光線充足的情況之下 它的結果可能會有誤差 所以後來我們就用捲尺來測量 那我們現在排行榜列出來的會是 S5 GT25跟Focus四門的一個煞停的測試結果 那回到Focus四門的部分 它的煞車整體的調性跟我們印象中的 O系車款其實非常的接近 前段煞車力道很充足 然後過了中間之後還是非常的漸進 這樣子的調性讓駕駛人很容易去掌握跟習慣 除非你今天是一個平常就是大腳煞車的駕駛人 那如果你在Focus四門上面的話 你第一腳下去煞車很大力的話 車頭就比較容易下沉 那在這邊也建議大家說 除非你今天是遇到緊急狀況 要不然其實你煞車只要輕輕的含住 讓車速稍微降下來一點 然後你再根據跟前車剩餘的距離 去調掌你腳掌的處理 這樣的做法會讓車上的乘客做得更舒服喔 這台的Focus維持跟3.5代版本一樣的 1.5升渦輪增壓一起 但它從4缸變成了3缸 然後變速箱多了兩個檔位 這樣一來它在加速以及省油性上面 都有更明顯的成長 只不過這具8速自排變速箱給我的感覺是 在標準的模式下 起步的頭段會有一點點輕微的抖動 而且這次你要在油門控制得很輕柔的時候 它才感覺得到 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這台車是媒體自動車的關係 經過大家這樣一輪的試駕下來 我相信它的變化箱控制邏輯 已經跟一般的四軸型車不太一樣了 但這邊也帶出了第二個重點 如果說你想要在四軸當中 很和緩的去控制它的油門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設定在省油模式 因為在省油模式下 整個動力輸出的曲線會更加的平緩 讓你在開車的過程當中 你不會覺得它的動力突然湧現 其實這樣的話對於一般日常通勤來說 是更好的模式的選擇喔 還有一點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它的8速直排變化箱 因為採用了新的旋鈕式的線傳排檔座 但是在模式之間的切換感覺沒有那麼的即時 比方說我從R檔要切換到D檔的時候 差不多會有大概半秒左右的那種動力 是沒有銜接上的 所以這也代表著 你在一般我們在載向回車 或是路邊停車到車路庫 需要在R檔跟D檔之間頻繁切換的時候 那這個動力銜接的輸出的特性 大家就要好好的掌握一下了 那我們現在把它設定在運動化模式好了 那我相信Focus四門它的操控表現 應該是很多Focus車迷想要知道的 那相較於五門ST-LINE它的運動化底盤系統 那因為Focus四門它並沒有這樣子的設置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它的路面的回饋 確實比Focus五門ST-LINE少一些 加上它的懸吊形成又比較長 所以我們辦法把車丟到彎裡面的時候 你可以明顯的感覺到它的側傾缺失是比較大一些的 如果你是用速度更快的方式去挑戰那個彎道的時候 那因為Focus四門它車場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後面有一截車尾拖在那邊 所以就整個操控的俐落感來說 五門的ST-LINE確實會比較吸引人一點 由於這一代的Focus它的軸距拉得比較長 所以如果你是很在意後座乘坐空間的買家的話 這個部分大家可以不用那麼擔心 那我們一樣會用兩張兒童安全座椅來做一個示意 看看如果說後面坐滿了人 它大概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那大家可以看到以我的身材 注意喔 我不是胖 我只是骨架大 那坐在中間這個位置的人 他可能會覺得還是稍微有點擠了一點 不過好處是它的底板 隆起的幅度沒有那麼的高 所以我的腿部還可以保有一定的伸展空間 那這也就表示說 如果是媽媽或是要照顧小孩的人坐在中間的話 在中長途的旅行 它還是可以保有一定的舒適度 另外最後一個重點 就是Focus的四門版本跟五門SD-Line最大的差別在於說 它少了運動化的底板調教 雖然它們一樣都是扭力量的候選結構 不過因為它的懸吊形成比較長 加上它調教的方式是比較扎實 比較Q冷的 所以在你壓過坑洞的時候 它其實不會有那麼多多餘的晃動 那這樣子比較偏向歐系化車款的調教方式 它可以讓後面的乘客不會那麼容易感到暈車 不過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像我們剛剛在煞車部分測試的結果跟大家說明的 因為Focus四門它的煞車是比較有力的 所以如果駕駛它煞車部分給的太粗暴的話 也會讓後座整個容易感覺到不舒服的部分 那在行李箱空間表現的部分 相較於五門先備款 四門車型它多了一截車尾 所以它的置物空間也提升到了500公升 那我們一樣會放入兩張兒童安全座椅 來做一個示意 讓大家對於Focus四門它的日常集中性有更清楚的了解 這次Focus的改款從一開始就讓人家討論的非常熱烈 那從它整體的表現來看 不管是乘坐的空間 行路的舒適性都有蠻明顯的提升 而Colpie的360半自動駕駛系統雖然不是全車系的標準配備 但是在特定的車型等級上面也是該給的都有給 不會讓我們覺得說有種被擠牙膏一樣的失落感 那這部分也忠實的反映在它最後的銷售成績上面 而我們這次試駕的Focus四門房車 雖然不是車系當中的銷售主力 但是對於傳統喜愛四門房車的穩重感的家庭買家來說 它確實還是統計市場裡面蠻有吸引力的選擇 在這邊幫大家統整一下幾個試駕駛後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Colpie的360雖然是一套蠻實用的駕駛輔助配備 但是因為現階段它不能完全取代駕駛人 所以大家在使用上的時候還是要格外注意一下 多多留心車身周圍的環境跟路況會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第二個就是它的8速自排變速箱 在標準模式下起步的頭段其實稍微有一點點不夠線性 那也建議各位大家在日常通勤的時候可以設定在省油模式 這樣的話你油門踩踏的過程動力輸出會更自然一點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它後座整體的調性 雖然四門房車的重心沒有像SUV一樣來的那麼的高 不過因為Focus四門它的懸吊形成比較長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轉彎的時候不免還是會有一些側身側起 所以如果你想要後座的朋友坐得更舒服一點 也建議各位駕駛人在操作方案盤的時候動作不要那麼大 而且要盡量一次到位不能有多餘的晃動 那油門跟剎車的控制也不能太過粗暴 這樣一來的話後座的乘客才有可能坐得更安心而且舒服一點 如果你剛好是這代Focus的車主或是對Focus有任何想法的話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 爸爸 爸爸 你看 頭都抬耶 喜歡嗎 喜歡 爸爸 買給你 耶 注意口令的爸爸 自己跟他一趟坐公車 是要怎麼買Supro 讓他熬熟的 好爸爸 爸 你看 你爽的 喜歡嗎 喜歡 爸爸 買給你 耶 口令的爸爸 自己還有20年的貸款要來 到底是要怎麼買GTR 讓他熬熟的 是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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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頭帶 頭帶 是紅帶 他每天只有100元的收費 到底是要怎麼買MSS 讓他熟熟的 沒病咧 沒病咧 8891正在舉辦10週年戰劍免費送100萬好車活動 只要在8月8號到8月30號之間參加活動的話 你就有可能免費獲得一台你自己喜歡的百萬好車喔 而且是完全免費的 而且從98萬到108萬之間的車都可以選喔 無論你選擇的是什麼車 只要你中獎 我們就送 趕快拿起你的手機 掃描畫面上的QiPhone 下載8891新車的App 參加活動 另外也可以用Google搜尋8891新車的官網 來參加活動喔 喜歡嗎 8891送給你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也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新車 小鈴鐺也要記得打開喔 然後我們也有LINE群組 可以大家歡迎加入跟我們一起聊天 我是Robert 我們下次見 拜拜